大家好,这次分享一下做Q版模型的做法。 这里有三种不同的Q版模型。 第一种是动漫效果Q版人物。 第二种是3D效果Q版人物。 第三种是真人效果Q版人物。 这里也会分享这个文本文件,是做简单的Q版人物的参考tag,先复制下来。 这些词在下面也加上中文的翻译。 把刚才复制的内容粘贴到Stable Diffusion里。 先来测试一下动漫效果Q版人物。 现在使用的是一种动漫效果的模型。 模型名字是CuteCake AE CuteCake V10。 这个附加网络的框是可以在右下角调大小的。 但每次重启后都会变回原来的大小。 在设置的附加网络里可以调刚才卡片的尺寸大小。 现在把图片传到图生图里。 这次我们有四张参考的样子图片。 把我们想要做成的样子图片拖到这里。 重挥幅度值一般要调大一点。 这张做出来的发型看上去算是比较像。 这些测试的图片之后都会分享到网盘里。 后面部分可以看到我分享到网盘的一些文件,有需要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把之前这张用来做Q版图的女孩也放上去,试一下效果。 这张发型也有点像。 这张发型就有点不一样了。 现在放另一张女生的图片进来试一下。 这张的发型跟脸型效果都算有点接近。 把重挥幅度值调低一点再试一下。 现在就变成只有上半身了。 现在把虫挥幅度值调高一点。 这个效果也挺不错的。 现在拿男孩的图片来测试一下。 记得要把正向提示词里的Girl改成Boy,而且要加大一下权重。 因为大多这些模型都是以女生为主的,化男生的时候很多时还是生成女生,所以要加大这个权重。 这个效果不是想要的。 把重挥幅度值调大一点再试一下。 像这种化男生的时候出现女生的情况,经常出现。 也可以在反向提示词里加入Girl,令到她生成女生的机会减少一些。 这里把汉符这个提示词删除。 遇到生成出来的还是女生的图时,可以再加大男生的权重。 在批量这里改为4,可以一次性生成4张图片。 也可以为我们更快的可以找到合适的图片。 现在生成出来的这4张都是男孩图片了。 现在换成3D效果Q版人物的效果。 3D效果是使用Hello Niji Cute 25D V10B模型的。 用适的后再抵护我的蛏黏蛏4张。 把新生成的这张图片也传到图生图里。 这里没把正向提示词里的girl改成bye 这四张的效果都挺不错的 只是第三张才更像Q版一点 现在换入女孩的图片 记得把正向提示词的bye改回girl 把反向提示词里的girl删除 这四张的效果都挺不错 这里把汉服这个提示词删除 再试一下效果 这四张不是穿汉服的效果 换另外一张小女孩的图片进来试一下 发型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 降低重绘幅度值 会跟圆图的样子更接近 现在的发型更像这张图片了 放入女生的图片也试一下 图片的尺寸跟生成的图片的尺寸不一样 所以生成出来的样子好像拉长了整张脸 这里可以调一下它的尺寸 合适比例就可以了 现在的比例就正常很多了 除了第四张的脖子比较长一点 把重绘幅度值调大一点 再试一下 现在的这种效果更像Q版了 再把这个重绘幅度值调低一点 也是一下效果 在重绘幅度值0.4的情况下 它的发型更像图片 但这样不是Q版了 现在再做真人效果Q版人物 使用的模型是Magic Mix Realistic V6 现在把图片传到图生图里 把女孩的图片拖进来 这四张是穿着汉服的效果 重绘幅度值在0.4的 把重绘幅度值改为0.64 再试一下 这里把这张图片放到图生图里做放大 在脚本里选用Ultimate SD Upscale 这张图片放到图里做放大 请看她们的试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现在把这个重绘幅度值调到一再试一下 新生成的后面两张就像Q版 杨栋梁 这里加入Blindbox V1的Q版Laura再试一下 把Blindbox V1的Q版Laura换成Blindbox V1 Mix的Q版Laura再试一下 感觉Blindbox V1的Q版Laura再试一下 把Blindbox V1的Q版Laura再试一下 这个效果不一样了 这个效果不一样了 把汉符这个提示词删除再试一下 这些效果都挺不错的 放入另外一张小女孩的图片进来再试一下 不一样的效果 不一样的效果 也试一下 这四张只有第二张像Q版 但它的脚又有点问题 把重绘幅度值调大一点 再试一下 这四张的Q版效果好很多了 放入小男孩图片试一下 记得要把正向提示词里的Girl改成Boy 而且要加大一下权重 也可以在反向提示词里加入Girl 令到它生成女生的机会减少一些 这四张只有最后一张才像Q版效果 把重绘幅度值调大一点 再试一下 把Chibi V1的Q版Laura 换成GQ的Q版Laura 再试一下 这个效果不像Q版 把GQ的Q版Laura 换成Figure Chibi的Q版Laura 再试一下 这个效果也不是很好 找一下之前做的一些Q版图片 来参考一下 之前做的这些Q版图片 也会分享到网盘 这张图片使用的是合并的模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第三张第四张的Q版 效果比较好 第四张的发型挺像的 这里看一下之前做的一些Q版图片的效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再把模型换回Magic Mix Realistic V6 试试 这里也生成了两张不是男孩的 后面部分关于分享到网盘里的文件 这里分享了一些文件 如秋夜安装包 常用的主模型和Laura模型和放大算法 ControlNet模型等 这次使用的模型和Q版的Laura 也在这个网盘链接里 需要的网友请加一下关注 和视频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如果还没关注的请加个关注 到时更新的视频时也可以及时看到 最后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